如果坚持不睡觉 就能拿到几十万的报酬 这样的挑战你会参加吗 这个叫小珍女孩就因为生计问题 参加了这次的不睡觉挑战 负责人向她讲述了具体内容 人在清醒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酷拉脱素的激素 这种激素常用来治疗脑死亡 而这项实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收集酷拉脱素 由于人在睡眠期间酷拉脱素会消失 因此需要实验者全程清醒 实验者紧后会被注射一个芯片来吸收分泌出的酷拉脱素 而芯片与手表连接 表盘上可以显示目前收集的酷拉脱素的百分比 当达到百分百 实验就算完成 而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 小珍就可以得到十万的报酬 但如果在实验中睡着了 一旦超过一分钟 芯片就会短路造成实验者的死亡 听到这样丰厚的报酬 小珍果断签了同一书 她觉得对于长期失眠的自己来说 保持清醒并不是难事 当然 这样的实验肯定会吸引不少夜猫子的注意 学校里有名的蹦迪小王子阿温 游戏宅男皮皮和熬夜直播的主播小新 都参加了这次实验 并且他们对完成实验都非常有信心 他们都是不喜欢睡觉的人 而且第一阶段的实验相当简单 几个人就熬了两天 就轻松达标 各自拿到了高额的报酬 尝了甜头 大家自然还想再参加一次实验 只不过第二阶段的实验 需要他们至少五天不睡觉 这让大家多少有点犹豫 但是在听到外国人说第二阶段的报酬高达五十万的时候 这一点顾虑全都烟消云散了 大家已经开始幻想拿到巨款之后的美好生活了 于是毫不意外地全体参加了 只是这第二阶段的实验实在是太难了 这都熬了三天了 几个人的手表 才显示了三四十的进度 离一百还有很远 甚至宅男皮皮都撑不住打了个盹 幸亏手表发出刺耳的声音才把他叫醒 要知道 如果在实验中睡着 芯片就会短路 很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 而其他三个同学也出现了幻觉 情绪暴躁等症状 看起来都不太妙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们得快点把任务完成好好睡一觉才行 小珍发现 热爱运动喜欢蹦迪的阿温手表上的数值远远高于他们的 所以他猜测 或许运动可以促进酷拉脱素的分泌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 当天夜里四个人就来到皮皮家里狂欢 只不过他们做尽了刺激运动 都没能让数值上升多少 更糟糕的是 他们这一通折腾之后 都太累了 比之前变得更困更乏 于是阿温一咬牙一跺脚 拿出了自己的终极大招弄出了兴奋剂 听到阿温的建议 小珍并不同意 可是如果睡着了 他们体内的芯片就会立刻把他们杀死 两项抉择下 大家还是喝下了酒 兴奋剂的药性相当强 没一会几个人就充满精力 开始尽情地蹦迪狂欢 就连一向稳重的小珍也和大家疯到一起去了 眼看着胜利在望 小新却被一旁房间里的声音吸引 而接下来看到的却让他真正感到毛骨悚然 房间里的树台电脑 滚动播放着女孩的视频 书架上摆着的娃娃不断发出女孩说话的声音 就连空白的墙面都被各种偷拍的照片填满 在昏黄的灯光下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小新看着这一切竟然当场吓晕了过去 听到尖叫声后 几人忙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立刻明白了皮皮一直暗恋小新 所以才跟踪偷拍他 小珍急忙对小新进行抢救 好在最后一秒他终于睁开了眼睛 几人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第二阶段的实验 但拿到报酬后他们决定不再进行这个实验 一是困倦让几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 最重要的是 小新的死里逃生让他们明白 这个实验是真的会死人的 只不过他们是这场实验迄今为止成绩最好的实验者 所以实验方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虽然他们不愿意参加 实验方就有一百种方法逼他们参加 就比如 这个外国人引诱小珍的妹妹参加实验 在植入芯片以后威胁小珍 如果她不能带着大家再来参加一次实验 就永远不会给她妹妹取下芯片 虽然大家都对这个实验退避三摄 但是为了朋友还是愿意搏一搏 而且他们这次可是有备而来 小珍联系了教授寻求帮助 教授把几人安置在一间废弃的病房 并且每天给他们注射提神的药物 可尽管如此 手表上的数值还是增长得十分缓慢 但几人的精神状态显然都不好了 幻觉越来越严重 皮皮听到游戏中的枪声 阿温看到过世的母亲 小心看到自己最在乎的脸不断溃烂 小珍更是看到妹妹倒在血泊中不断抽搐 因为长期缺乏睡眠和幻觉的折磨 几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烦躁 阿温和阿皮甚至直接一言不合扭打了起来 每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 超过五天不睡觉 真的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 第一天不睡觉只会觉得困 第二天不睡觉就会变得焦躁 三天之后就开始神志不清出现幻觉 而一向是颜值如命的小星 幻觉出自己长了一脸的痘痘 吓得尖叫 激进崩溃 她不免开始埋怨起小珍的妹妹 如果没有她 他们根本不必在这里受苦 于是几个人的矛盾第一次发酵了起来 看着扭打在地上的伙伴 小珍立刻拨通了教授的电话 却没人接 她只能自己去找人 可是却在教授的办公室里 发现了他们房间的监控 原来教授一直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让小珍几倍发凉 她低头一看 桌子上赫然放着一份简历 原来之前那个给他们注射芯片的外国人 竟然是教授雇来的演员 一切都已经明了了 假装对他们好的教授 才是幕后大boss 只不过他刚准备离开却被教授发现 教授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 并且把他们关起来表示做不完实验 谁也别想走 但是几个人都到了极限 让他们在熬夜那无疑于要了他们的命 他们的情绪逐渐崩溃 小心打坏了所有的监控摄像头 而其他人也疯狂地撞门 他们无力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可是没多久阿温还是倒下了 他手表上的计视器还是倒数了 看到这一幕教授急忙把阿温带出房间 取走了他后颈的芯片 可就在这时 阿温却醒了过来 把教授打倒在地 原来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场戏 小珍在房间发现了假死的药 而他们破坏摄像头 也不过是为了不让教授且听到他们的计划 他们不懂 为什么自己尊敬有加的教授会做出这样的事 教授见此状况 拉开一旁的帘子 众人看到一个昏迷的病人 他是教授的爱人 原来教授的爱人年轻时 为了做失眠相关的实验十天没睡 最终产生幻觉而坠楼 他设计这一切都是为了提取库拉托素给爱人治病 教授见阴谋败露便想解决掉几人 经过搏斗 他和他的阴谋一起落下帷幕 回到正常生活的几人 曾经混迹夜店的阿温开始和父亲修复关系 小新也不再攻读自己不感兴趣的医学 而是去学自己喜欢的传媒 小真的妹妹也渐渐懂事 皮皮也不再沉迷游戏开始交朋友 经历了生死 几人间的关系也更加清静了 同时也学到了更多道理 这个故事出自泰国电影《安眠实验》 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项实验 三天不睡觉就能拿十万 你愿意参加吗 期待评论区的神回府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解说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